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在9月中 中国就出现严重的电力困境 中央下令第一产煤大省山西加速开采煤矿 填补火力发电空缺 没想到10月初就碰上大雨 灾情惨重 山西境内煤矿至少有27座停产关闭 另外还有99座飞煤矿山也被迫关闭 山西在2020年成为内蒙古之后 第二个年产量超过10亿吨的中国省份 和内蒙古相加产量超过全中国的53% 同时因为常年过度开采 山西地质已经饱受摧残 一旦碰上大雨 很容易结合出各种地质灾难 但为了碳排放怎样 中国也只能不断开采 如今严重缺电 发电资源煤矿又因为极端大雨受阻 中国境内多灾多难恐怕还会持续 党新闻终于好报道